老游时谈,谈美国时事 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拜登宣布再赦免近1500名美国人 成为美国历史上单日赦免人数最多的一次 周四上午,白宫宣布 总统正在为1500人减刑 此外,他还赦免了39名犯有非暴力罪行的个人 这些行动代表了现代历史上 单日赦免人数最多的一次 并且声明还特别指出 说他是迄今为止颁布减刑数量最多的一位总统 比最近的任何一位前总统 在第一任期内颁布的减刑数量都要多 另外声明还指出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 拜登将采取更多措施 将继续审查其他赦免和减刑 也就是说这个赦免还没完 后面还有 看来拜登同志在其他方面 没做出太大的业绩 在赦免上是得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 重名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白宫的这个声明 他写的很奇怪 在声明中他三次强调 说拜登的这个赦免是第一 就第一的这个概念被提了三次 第一次是在第一句 他说今天拜登总统宣布将赦免近1500名美国人 这是单日赦免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是第一次出现 第二次出现是在第一段的最后一句 说这些行动代表了现代历史上单日赦免人数最多的一次 你看又第二次强调 这是第一 第三次出现是在第二段 说迄今为止 总统任期内颁布的减刑数量 比其他最近的任何一位前任 在第一任期内颁布的减刑数量都要多 你看第三次强调 他的这个第一性 好大家看啊 这个声明是不是耐人寻味 拜登为什么要那么想当三号学生 三段话三次提到第一 对比以往的总统赦免声明 此前似乎没有任何一位总统 在发布赦免声明的时候 自己明确指出这是赦免人数最多的一次 类似的措辞都没有的 所以白宫的这份声明 如此强调拜登的赦免规模 这个做法在近现代的总统赦免声明中 都是很不常见的 甚至可以说是没见过的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只是为了争第一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感觉这可能是拜登又在为川普送大礼 因为这个1500人的这个数字非常蹊跷 我查了一下 在1月6号的国会事件中 被指控犯有联邦罪行的人数 到目前为止大约也是1500人 而川普已经多次承诺 他一上任就会赦免这些人 你说拜登是不是又在为川普的这个大规模赦免而铺垫舆论呢 到时候左派要是攻击川普 说你做那么大规模的赦免 你们都给我闭嘴 你们的拜登总统有前科在前 你们要批就先批拜登去 拜登说了反正我全身都是狮子了一些 我还怕痒吗 批吧没事 批批更健康 所以你看拜登的这个举动十分反常 不知道他是不是刻意的又在帮川普 还是无意的 反正这个事情对于川普 接下来大规模赦免1月6号时间的这批人 这事应该是有帮助的 我估计拜登在即将退休之际 可能也是感觉到了内心愧疚 哎呀川普老弟 哥哥对不起你 别的我也不能说太多 是吧 哥哥也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 以示哥哥的劝意 请受哥哥一拜 川普又被时代杂志评为了年度人物 这是他第二次被评为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 今天时代杂志主编萨姆·雅各布斯 在写给读者的信中表示 由于川普实现了历史性回归 推动一代人才能见证的政治重组 重塑了美国的总统制度 并改变了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唐纳德·川普被时代杂志评选为 2024年度人物 这个评语对川普的历史性回归 评价很高 这说明这些老牌的传统媒体 在经历了数年对川普的攻击后 最终还是被川普给征服了 不过我想说的是 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 虽然广受关注 但是他的意义早已经飞昔比了 因为在四年前 哈里斯也同样被评为时代年度人物 不过他是跟拜登一起登上的封面 一起评上的 当时封面的标题是改变美国的故事 这两人改变美国了吗 确实改变了 有改变的 使美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 我觉得将卡马拉哈里斯 和伊隆马斯克跟唐纳德川普并列放在一起 这是对其他年度人物的侮辱 同时也使这个年度人物的分量骤然跌价 虽然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 重点不在于好或坏 或者是正面或反面 而是在于他对全球或特定领域 所产生的影响力有多大 在历史上 希特勒也当选过年度人物 斯大林好像也当选过 虽然他们的入选具有很大的争议 但是毕竟这些人对世界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 你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正面还是反面 影响力他是具备的 但是你把年度人物给了哈里斯 你说他对这个世界 你就别说世界了 他对美国他带来了什么影响 一张大脸也登上了封面 他好意思吗 他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所以时代的这个年度人物 也就这么回事 只不过是这家老牌媒体 在新媒体大潮的冲击下 死死抱住的一棵枯树 实际价值和意义已经严重缩水 现在是谁火他就选谁 谁热有热度有流量 他就凭谁为年度人物 影响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 只要会挑大梁的 只要有足够的人围观 你就可以成为年度人物 仅此而已 卡玛拉哈里斯用他四年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这一点 年度人物已不再是年度影响力人物 老川这次当选 倒是实至名归 但是大家也别太当真 根据CNN11号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认可川普重返白宫的方式 55%认同他到目前为止 处理总统过渡的方式 另外大部分人预计 川普在下个月重返白宫后会表现出色 具有这个看法的人 受访比例占54% 另外在这份新民调中 近七成的美国人认为 川普将会给美国带来改变 占比是68% 其中约一半的美国人 48%认为川普的回归将会带来更好的改变 这是CNN难得的对川普的正面评价的报道 在大选前 这些左媒民调都调不准 都说川普的支持率不如哈里斯 这回人家当选了 民调一下子就较准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俗话说 城王败寇 太势力 这些媒体 不过 NN的态度还是值得表扬的 尽管收视率大跌 但是还是表现出了悔感的意愿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订阅关注本频道 还望老朋友们多多点赞 说到这个收视率的问题 顺便再提一嘴 和CNN相当的另一家左媒 MSNBC 最近已经进入了临终关怀 喘气都有点困难了 现在 说上周MSNBC的三档黄金节目 收视率均创下历史新低 尽管上周 进爆新闻不断 又是CEO的凶杀案 又是总统赦免儿子拜登 又是叙利亚 阿萨达政权倒台等等各种大新闻 但是他的收视率依然持续下滑 跌到了谷底 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家电视台的编辑 以及他们的核心团队 极左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这家媒体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救了 除非大换血 把人马全换了 就像一个体制 各个职能部门和政府官员 全都腐烂了 你说他还能有救吗 除了体制改革 别无他路 所以MSNBC的火路 只有一条 那就是被马斯克收购 但是现在也不知道 马斯克是否真心的想买 前段时间他倒是问过多少钱 买不买就开老马的心情了 我觉得MSN最近还是多准备点氧气 苟延才喘 活一天是一天 这两天 关于联合健康保险CEO 布莱恩·汤普森的谋杀案嫌疑人 曼杰奥内 他背后的一些背景 逐渐被媒体挖出 据新闻周刊报道 说曼杰奥内 他来自一个与医疗保健行业 有联系的家庭 他的祖父叫尼古拉斯·曼杰奥内 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 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 也是一位慈善家 他的祖父拥有一家养老院 和辅助生活公司 并且在马里兰州 经营着九所为社区而服务的机构 后来他的家族又开设过医院 不过后来这所医院已经关闭了 说曼杰奥内家族 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持巴尔迪摩地区的医院 并且与大巴尔迪摩医疗中心 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另外据2018年的财务文件显示 该家族基金会 此前曾持有一家 在纽约提供医保的保险公司大都会人寿的股票 这个就是这位犯罪嫌疑人 跟这个案件受害者 联合健康保险公司CEO 汤普森之间 越来越近的一些关系被披露出来 但是现在嫌犯的具体作案动机 目前还在调查中 这起案件发生后 引发美国人对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关注与思考 今天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观点文章 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已崩溃 是时候进行真正的改革了 文章指出 美国人已在创新、自由和机遇方面 领先世界而自豪 然而在健康方面 数字却令人震惊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79.25岁 在全球排名第40位 远低于其他富裕国家 尽管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 每年花费高达4.5万亿美元 即每人13,493美元 但仍落后于日本、瑞士、澳大利亚 等其他高收入国家 为什么美国无法改善健康结果 为什么会这样 文章指出 美国医疗体系一片混乱 尽管美国的医疗卫生支出 占GDP的近18% 就在高收入国家中居最高 但在预期寿命和可预防死亡等结果方面 却排名垫底 究其原因 行政效率低下 医疗分散和不公平现象 加剧了这个问题 肥胖、不良饮食和药物滥用等 可预防风险因素 是造成这些不良结果的很大原因 这些趋势凸显出 美国医疗体系的系统性失败 并表明该系统优先考虑的是利润 而不是人民 这个支离破碎的体系需要彻底改变 挑战远不止效率低下 慢性病占据主导地位 严重打击了低收入人群和边缘化社区 健康差距不仅仅是统计数据 而暴露出道德和经济危机的日常悲剧 其他国家用更少的资源取得了更好的成果 而美国人却承受着更高的痛苦和可预防的死亡率 因此 让全民享有负担得起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必须成为现实 而不仅仅是愿望 美国的医疗保健是一个悖论 发达国家最昂贵的医疗系统 却产生了一些最糟糕的结果 尽管支出继续飙升 但数百万美国人 人因负担不起的费用而推迟或放弃医疗服务 这种功能失调 对低收入人群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 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并进一步加重 等于不堪重负的医疗系统压力 而改革美国医疗体系绝非易事 美国的规模 多样性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分歧 带来了独特的挑战 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加上行业游说 加剧了人们对医疗税等政策的抵制 更糟糕的是 新政府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 往往会破坏长期的 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 而结果导致成本上升 差距扩大 以及全球健康排名持续下降 文章指出 改革应从美国健康危机的核心开始 慢性病和可预防的风险 有效策略包括对烟草 含糖饮料和酒精等有害产品征收健康税 然而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 在政治游说和薄弱监管的保护下 却在蓬勃发展 烟草 含糖饮料和酒精公司赚取了巨额利润 而他们的产品却导致可预防的死亡 最后文章指出 美国正处于十字入口 预测很明确 如果不进行干预 预期寿命将继续停滞不前 健康差距将扩大 美国的全球排名将大幅下降 卫生系统表现更好的国家 经验教训很多 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 减少可预防风险和确保全民获得医疗服务 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公共卫生必须成为国家政策的基石 应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 应以科学为指导 现在证据明确 利害攸关 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美国的健康危机并非不可避免 除非我们视而不见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观点 观点非常清晰 文章的作者是纽约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 叫本锡安 其实这篇文章 它是从根本上分析了美国健康 这样的一些问题根源 当然在这个背后 与之相关的 值得大家深思的关注的 还有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 这次联合健康保险公司CEO 被枪杀后 公众对这场悲剧的反应 引发社会震惊 很多人都在叫好 同时这也反映出 大部分美国人对医疗保险行业的长期不满 正如波士顿环球报在对这期世界的评论中写到 说这次袭击 促使人们重新反思 美国支离破碎的医疗保险制度 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需要一位像小肯尼迪这样的局外人来当卫生部长的原因 因为在原有的体系内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已经被这个庞杂的体系给缠住了 企业利益 个人利益 早已经腐蚀了公众的健康安全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像小肯尼迪这样的局外人 进入沼泽清理淤泥 如果我们从这个宏观的层面来看 美国当前的公共卫生体系 其实更需要的是价值观念秩序 而并非深入的医学专业知识 因为医学人才很好找 找几个副手就可以了 但是领导者的这个价值观念非常重要 尤其是他的道德观念 所以这一次希望川普的回归 以及小肯尼迪的到来 能够为美国的公共健康和医保改革 带来新的契机 古人聚集书 要我知天家 绿树寸边河 青山过晚霞 开悬面长谱 把酒花丧忙 带到重阳重阳雨 海岸的海岸 海岸旧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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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央日海来九句话